于此向武城村莲花池露营区 吸引游客观光 因为和新工香火鼎盛 有民众特别前来拜拜求治 顺利获得双胞胎 所以每年都会回来拜拜 感谢土地公的祝福 为了鼓励想要生育的民众 今年庙方利用土地公圣诞庆典 推出吉祥物 举办助你好运活动 去年有信徒来我们和新工 求子顺利一举得双胞胎 他们很开心 那今年就他要来还愿 那我们也想借他们的好运 来帮助大家一举得求子成功 还有祝大家祝好运 每年于此向武城村核心工 举办庆祝活动 安排赴宴平安餐 县苑石青龙也到场参与 并祝福公庙享火鼎盛 民众在我们五成的地区 是幼稚很平衡 都受到我们土地公白来保佑 学境可以平安 老百姓可以好好吃 好生活 我本人每年都来 因为国内生育率很低 苗房举办祝你好运活动 鼓励想要生育的民众达成愿望 也接着是幼稚的民众达成愿望 也接着是幼稚的民众达成愿望 因为国内生育率很低 苗房举办祝你好运活动 鼓励想要生育的民众达成愿望 也接着让更多人认识 五成这个客家村落 记者邱平毅 宇志湘采访报道